相拥信财的两种条件 上世三人中比较好的一类人不相拥信财 有些人当时可能包括藏地也有 现在我们居士林学院当中 可能藏地跟汉地不同 因为有家里的支持 这样的话一般别人供养的东西 都不用的 他们都生懂的心才 王才这些都不用 有一部分是非常 注意不相拥信财 有一些好的也有这样的 方王的意思 如果你自己居住这些条件的话 作为出家者也可以相拥 这种信财需要居住两种条件 一个是亲情介意 还要问思修心的质问 第一个就是具备亲情的戒律 这里的戒律 似乎亲情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像按照戒律害 戒律还是根本的一个注释特别大 应该是比世尊的光状还多 在藏传佛教当中 所以这个律害是特别大的一个注释 就是这个律大汉 就是他们所见的律藏大汉 荷兰的就是叫那个 说什么呢 就是他叫他这里面说的一样 不知道什么是这样说的 你们应该会说的吧 这个思根本界加上旧界 就是不要这个任务 就是那么就是至少是最低的这个底线 就是说是这个杀到以往四个人界 还有这个旧 就是这个时候任务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就还需要就是小心精神的这个自信 作为一个出家人不说这个是居士的话呢 就是也应该是这个问题不大的 第二个呢 在清静戒律的基础上 是需要就精心精力的 精静闻思修行 就是具足智慧 这个也是可能 可以可能一般的 就是就有一些这个 严格的角度来讲的吧 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具足了这两种条件 就可以相应这个信财啊 如果这两个条件就是非常圆满 不仅是这样的 可能闻思修行也是日日夜夜不间断的 这个戒律情节的话 包括出家人的就细微的一些 比如说这个比丘比丘 你三明三明你的一些戒律 非常圆满的话 那么就是即使给你供养了三节的这种 所有的圈满 也可以完全的资格相拥的 不需要的就是害怕的 就是这个 这也是除了会波涂就是所说的 不是病人说的 是用很一般 可能有些是在起有些是难过 就是现在学院的就是年纪前 年纪前的话呢 有些是一直就是害怕闻思修行的大悟啊这样的 有些是可能害怕就是染上那个想要新的什么新财的这种过化呢 就是也我们那天问你一下 其实我们这边的生动能量是比较大的 就是年纪前的人也不算特别多 那这样也可以 这个是自由的啊 就是如果自己就是各方面的话呢 就是可能生活费啊 就是这样的话呢 一般来讲就是也作为出家人士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吧 有些是可能很多人都是不需要年纪 我去年纪的话我有点不好意思 就是所以就不去吧 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的 就是前辈的很多高僧大德都是是这个什么就是生活是比较这个就贫穷而来的 就是作为出家人的话 可能生活太富裕的话呢 那有点就是不好意思的事 就是如果出家人是这个生活是比较借健 知足少欲或者是稍微贫寒的话嘛 这个是应该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就是从佛陀到这个现在呢 就是有些时候是中一世啊 有些时候是这样的 就是所以自己呢 就是有一些就是条件就是不是那个的话呢 就是自己念经的话呢 现在念经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月 大概可能是以前左右就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是吧 怎么样 都 是吧 是吧 你没有你有钱是吧 有些听说是自己去念经 然后把这个钱拿来又就叫僧众又念经 这有点奇怪 就是生活上没问题 但是就是去非要就是去念经 然后再做功德 就觉得我觉得有点累 就是从僧众那个又拿来一个又再加上去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 可是这个是你的自由吧 就是不过怎么样 所以我们那个就这方面的话呢 以前是我们还是是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很重视这个年经 就是那个时候积累也没有那么厌 就是那个时候是一般就是自己可以书家就可以看 看书就是这样的话呢 凡是这个时间 不过这个念经的话呢 就是要要可能念 就是如果不念的话呢 你光是坐在那里的话呢 比如说那个就是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月当中这个一千元 一千元算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除了啊这个一个月的四个这个什么那会供啊 这些除开或者是怎么样 那或者是一个月就是都有这个一个小时的话呢 那每个小时啊 就是应该是比如说这个三十个小时 三十个小时就是用用钱来分的话 那就是多少 这样的话呢 一个小时你什么经都没有念的话 你哪能够签 也不行的 别人是供养什么呢 就是要念这个经 不是是你到这个经堂里面 你去入经堂签去 不是这样 就是然后你经堂里面坐在那里 就是这个给你一个费用 也不是这样的 确实要么是佛人的 要么是私人的 给你要念这个经 所以念这个经 最好是就是按照施主的要求去念 如果施主的要求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这里每天都是什么念的这个注意啊 就是威洛师也是在那个时候就给大家就一起带里面 就是那自己也是应该一起量的这个啊 不念的话呢 就是也光是现在我们这个也确实有 就是以前我念经的时候还是这个方面 我还是很注意 就是就自己害怕 就是到时这个想法不了 就是凡是坐在那里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看着书 除此之外也不会回想说吧 有些事 比如说是一直在念经一个多小时的话 念个一直在说话 一直在说话 然后然后这样的话 那这个可能念经前到底是合不合理啊 不好说 或者一直辩论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施主也没有给你为了 就是辩论而就是交钱 就是他要么那个对私人要超度 要么对户人要欺负 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如果要是真的要年轻的话 那就是别人也是给你费用 给你费用的话 别人让你做这个水利工程 就是你就没有到水利工程 你光是在那个工地区 就是大作地方 那就是让别人不需要 别人要的不是真的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自己以前 我都是大概是两三秒 我应该是很认真的念的 就是这个认真念的 并不是想超度别人 但是自己有一点收入 就是然后后来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这么念 就是后来就没有 尤其是去了舞台山以后 就是慢慢慢慢 就去了印度以后 就更没有念了 然后这样的 刚才具足两个条件的话 就是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就各自的智慧和戒律 到底怎么样 如果稍微符合要求 就享用心才就不会有过 我说法王在这里还是讲得很清楚的 尤其是如果以菩提心和慈悲心来设施 就是这里只有慈心 但也基本上有菩提心的话 慈心这些也会有的吧 就是但有可能有一些繁体不同的 慈心来设施的话 那是最好的 就如果是真正念经的时候 就是今天就是念得真 希望对这些有缘的这些众生 来得到真正的利益 然后自己一个多小时的话 华智仁波切在《前行》里面所讲的一样 什么在别人的座位上 就是自己就是圆滴什么 怎么说的 别人的座位上 然后圆满自己的资料 还是怎么说的 嗯 华智仁波切的愿化是 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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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说得好 谁说得好 上次说得好 哦 上次说得好 好吧 谢谢你 先问这里有个照片吗 就是这个照片呢 是那个 法王应该是刚到舞台上的 这个时候的一个照片 就是就是这里面 就是我能够拍了一个旗号 的时候好像那个 那个当中的话没有显示出来 就是那边就是靠近这边 有一个蓝色的那个就是 法王这个法王的右边的这个叫 华智仁座上设计 最开始的是法王特别就是 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个高中大哥 就是然后舞台山去了以后 后来就是没有住很多时间 就是实现院级 我原来住在那个 住在那个牧尼库 那个是法轮器里面的 还有有一个蓝色的就是 好像是我 但是我有点不记得 应该是做皮弹子 当时我们皮弹子全部都是放在这里 就是拿一个线来就是捆上 就是这样的 就是然后还有旁边的 后面的那个 就是乔克坎伯 我们在那个就是 我王城里面就是写过的 他后来就是到了印度 就是越过那个 然后后来他在明州罗斯院 就是替我一个在那里住下来 都是罗罗斯的一个坎伯 就是他就是非常也是非常好的 后来在美国原体 就是当时那个刚到舞台山的时候 有很多老乡出家人 法王好像在那个仲台 就是在那个地方的话 就是就有一次我们集聚在那里 法王随便给大家就讲了一些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就后来大家就念了这个 不限行业品十来天 然后就就话就讲做上师 就是好多都是他们就回去了 当时情况就比较紧张 就是来中央的工作做 往圣里面的住里面的工作做 然后我们这样是躲开了 就是大家都是各自都分散在山谷里面 就是自己走 然后呢 法王去三菜洞 就是这样 然后再过了大概是 可能一个月的时候呢 就是就情况就比较贫歇了 然后我们就到那个什么 就是到那个螺严库啊 就是然后后来清廉室啊 就是慢慢慢慢再发愿的 就这么一个情形 所以这个照片呢 好像最近我看到了 很有意思的给大家 当时的你看我们藏族老乡的这种穿着 也是这样的 就跑到舞台山 就是然后在霍村里面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然后下面有那个专精人的来源需要清净 从现在开始 我们所有的这个 住在拉隆佛教大学的 坎伯佛佛为主的僧人们呢 无论是这个做经范也好 还是这个做专精人 都是这个一样 就是不要有很多的混乱这个现象 按照这个虚步和窍诀 有很多所说的那样去做 不然用虚伪的心去做一些 为了达到各种目的 就是大多数是自私自利的心 那说的觉得特别特别漂亮 虽然没有人敢说 就是这是一种恶意 但是绝对不敢断言 就是一种善意 法王说说我们以前做过的 这个观世音菩萨的专精人 这个可能法王后来才讲的 就是大概后来才讲的 就是他说这个 单单的把关于菩萨的心族 放在里面 没有和其他的混在一起 就是他那个主义里面 就一会儿讲 就下面一个 如果就混在了其他的一些内容的话 暂时不说是不是善法 就是甚至不知道会不会变成罪意 就是当时一段时间 本来藏记到很多的专精人的话 就是什么样的东西都有 无论是所谓的大藏经里面的个别的续部 经典 包括下面应该讲 而如今不仅是在藏 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精人 在印度和美国当地 据说是我们这个小小的 关于菩萨的 这个关于心族的专精 很有名的 就是现在可能更有名 就是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也可能有名 就是确实一段时间 就是我们的这个专精论都是 还是就基本上 以前那个藏地 就是一个叫做玛尼拉玛 就是他呢 就是特别提倡 后来就是藏地 就是各个地方都有这个别解脱 就是我们这个圣大解脱经 和观音菩萨的这个专精论 就是这个后来呢 就是很多都就是消失了 没有了 但是后来法王 就是就恢复以后确实是有了 然后他们都说是 拿荣的这个观音心族专精论 不可思议 非常清净啊 就是说这个数位不变道 没有混杂 清净无瑕 就清净无瑕 就等等 就很多人都可能赞叹你 就法王有时的事 还是那个就是听别人 就是赞叹我们这个学员呢 赞叹我们的话呢 也会在课堂上直接的说出来的 虽然有人就是随性做 做什么 做了一些什么这个招财啊 就是以自虚啊 就别解脱啊 就是等等 就是这些专精论 但不知道就是这是好还是不好 对不对 所以说这里面呢 就是说比如说一次去 就是然后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 这个菩萨的咒语啊 就是这些呢 放在一起的话呢 就是好还是不好 就是很难说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可以把佛陀的经典几岁性的大智制 就是古著罗摩菩萨等等的言语都做成转精论的可靠一句 那我们别解脱什么大什么圣大解脱经 那法王那个就是这个是当时是这个同时同意的 就是以前伊库喇嘛 还有那个曼里喇嘛 他们就是做的那个圣大解脱经是藏地是非常这个普遍 就是所以法王这个原则上是跟其他这个经典者 完全不同的这个圣大解脱经是就非常这个就是有依据的 但这里说的是这样的经典的应该是可能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就是不敢说是这是是否正确 但却绝对正确无误的呢 是观音菩萨心主的就是观音心主的传经论 虽然时间不长 但我们这个小的传经论被称为蓝无弥陀佛训言的传经论 已经临生大朝正在往反对利益众生 此外呢 观音心主的传经论的结尾呢 也不需要添加什么金刚萨埵心主 念思心主啊 元气主啊 就是等等的 就是就以前好像也有一些的 虽然不说是这些是不正确的 不清净的法 就是不成确清净 呃呃呃呃 不是说是这些是不是正确清净的法 但是啊 放入观音六则真言就已经足够了 从现在开始呢 无论做什么传经论 都应该遵循确凿的这个依靠的圣教啊 那灵灵呢 就是讲的才是这个前正万确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前辈的这些大德门的这种 教言和他们的这个传统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同样我们因进化的时候呢 也需要按照这个经许当中所说的那样去赢 尤其是大致在其道文的这个经期呢 呃 史上是孟尔波切就是他老人家亲口这样说过 如果把他做成货轮啊或者是风轮就专注人就是有给货那个 那个好像现在不是电动上面就是专门有给货这个吹动的 也有嘛就是或者是比起来货也就是会吹动的也有 还有这个货这个吹动的这样的话呢 会得到相当于这个念头的这个所有我们这个大致在其道文呢 就是是可以但是他的结文当中没有说啊 啊就是五大陀罗尼族 我们就壮葬的时候有时候五大陀罗尼族 他是跟壮葬一起可以的 但是做专精论是不行的 还有什么皈依戒啊就是诸师祈祷文等等 所以就是不需要最后写那些 否则呢就算不算罪也有这么会知道 会不会成为善法呢 就是有这么知道会不会成为善法呢 请不要就是这样做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好 今天